我是在那個前面幫大家報到的一方可 那今天後來提的案子很簡單 就只是希望大家一起來連署勞基法覆決公投 在今年1月的時候一個比較糟糕的版本的勞基法已經通過了 那為了要否決這樣子的法案 在8月底之前有一個公投希望可以大家連署 然後拿到30萬票然後來反對這個案子 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裡面的內容 今年的勞辭基法到底怎麼學會 cooper 那希望大家反對的話可以瞎虛聲 第一個單月加班工時上限 從46小時到50小時 EVO比較大 好來 第二個縮短輪班間隔從11小時到8小時 W革計 這個很尷尬喔 我每天想要睡8個小時 可是現在連上下班要加起來都是要快juice才回來 所以我大概只能睡6個小時 最長簡訊工作時間六天到十二天 然後接下來第四個跟第五個是我最不爽的地方 就是特休假可遞延一年 就是說我有特休假可是我可以延一年 那接下來加到第五個就尷尬了 因為我本來加班然後我有加班費 現在他說加班費可以換補修 然後補修還1比1喔沒有放利息 然後我說那我可以補修啊 結果我第四條跟我講說可以延一年 那請問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拿錢什麼時候可以修 OK謝謝大家 所以勞動基準法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是勞動條件最低的標準 所以我們必須要連署勞基法的覆決公投 退回這樣子的惡法 那我們這個坑呢 爭求就是台灣國民滿18歲以上 那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填這份擔子 我在我的那個報道台那邊有放這份點儲出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填 第一個要注意就是這些編號跟對查結果是不用填的 再來就是你填的時候 這些連署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生日年月日 那再來就是你的村里一定要填 這個一定要記得 所以你可能要拿你的身分證字號出來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現在 歐盟那邊個資法 然後現在大家對個資法意識抬頭 所以也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這次的個資就是 我不做紀錄 我只是拿來連署用途而已 然後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那個上班時間會拿去給時代力量他們那邊 他們做收集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不一定要填 那你也可以到各個攤位 或是勞權公投聯盟時代力量 這個地方可以跟他們去連續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